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加一个限定 就是在不公平条件下的败仗不算数 否则估计每一个人能入选 其次我们派出夏侯敦夏侯渊张和张辽徐黄等一流武将 他们大多曾经被超一流猛将击败过 因此都直接出局只讨论那些超一流武将 下面我们就看看演艺里那些顶尖高手的单挑表现如何 吕布吕布虽然号称演艺第一高手 不过他也打过败仗 比如说虎牢关夏三营战吕布 濮阳城下点围徐楚等曹金六将围攻吕布 都是以吕布失败告终 当然这两战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群殴不是单挑 所以所以不算此外在曹操刘备联合攻打吕布时 吕布在萧关战拜拜退路上 先后遭遇张飞关羽都是吕布先退 这两战吕布先退是因为后有追兵 形势所迫属于非公平条件下战败 因此也可以不算 因此公平条件下不败这个条件 吕布可以满足 不过即使这几战不算的话 吕布单挑过的武将就只有方月 穆顺 武安国 公孙瓒 张飞 关羽 夏侯敦 于晋 恶晋 徐楚 李锋这十一个人了 这十一人中方月 穆顺 李锋都是被吕布秒杀 肯定不能算是名将 武安国和吕布占了十几何才受伤 公孙瓒从吕布手下全身而退 于晋是曹操手下的大将 勉强可以算名将 不过即使如此 加上张飞 关羽 夏侯敦 恶晋 虚处这几位 吕布占过的名将 也只有八人而已 显然不符合题目要求 第一个排除关羽关羽的战斗经历 敌语不要多不少 先后和成远至 华雄 管害 纪灵 寻政 王忠 夏侯敦 炎凉 文丑 孔秀 孟坦 韩福 便喜 王之 秦奇 蔡阳 杨灵 黄忠 夏侯存 庞德 蒋钦 潘璋等人交过手 这些人中 华雄 夏侯敦 炎凉 文丑 黄忠 庞德这几个人 肯定可以算名将 管害可以和 关羽战级时 贺财四 纪灵是 元树手下大将 蒋钦 潘璋是 东吴十二 虎尘之列 因此宽泛点的话 也能算名将 这样加起来 关羽战过的名将 倒是有十个之多 符合战过 九个名将 这个条件 然而关羽在 长沙之战时 被黄忠冷剑 射中 窥鹰 受惊而退 在樊城之战时 关羽被 庞德冷剑 射中 左臂败走 这样算起来 关羽败了两次 不符合 无一败计这个条件 张飞张飞打过的人不少 有邓茂 高升 于晋 曹豹 好蒙 季灵 刘黛 夏侯渊 陈孙 吕祥 夏侯兰 夏侯杰 许楚 张辽 许晃 行道荣 刘贤 金炫 周善 严严 张润 马带 马超 张和 许楚 在这些人中 按照上面条件算的 上名将的友谊晋 几名 徐楚 张辽 徐晃 严严 张润 马带 马超 徐楚 张和 这十一位 因此符合第二个条件 张飞在历次战斗中也吃过亏 吕布夜袭徐周时 张飞醉久未醒 勉强披挂上马 不敢和吕布立战 突围而去 不过此战张飞虽然败了 但是并非是在公平条件下战败 所以应该可以算无一败计 张飞暂且算一个 赵云赵云是演艺中单挑次数最多的艺人 共有文丑 居易 裴袁绍 周苍 徐楚 于晋 李典 高兰 张和 张武 吕邦 夏侯敦 淳于岛 夏侯恩 叶明 马延 张乙 焦处 张楠 中进 中申 徐晃 行道荣 陈英 吴义 刘愧 马汉 慕容烈 焦炳 朱然 金桓三杰 韩瑶 韩琼 韩琪 韩德 姜维 朱赞 苏庸 万正等人 在这些人中 文丑 徐楚 于晋 李典 高兰 张和 夏侯敦 徐晃 姜维可以算得上是名将 因此符合战过九个名将的条件 不算又敌的诈败 赵云在单挑中也主动退过两次 一次是长板坡遇到张和 两人战了十几和以后 赵云主动退走 第二次是在诸葛亮北伐时的天水之战 赵云遇到姜维主动退走 不过这两次第一次赵云是带着阿豆不敢恋战 第二次则是在和姜维单挑时 魏军从后面杀来 赵云才退走 所以赵云这两次失败也是在不公平条件下发生的 也可以算符合不败的条件 马超马超在演艺中单挑没有战败过 不过他出场较晚 又英年早逝 单挑次数不多 较过手的只有王芳 李萌 于静 张和 李通 曹洪 徐楚 侯显 李堪 梁兴 骂丸 杨秋 江旭 杨复及其兄弟 张飞等人 这些人中 只有于静 张和 李通 曹洪 徐楚 张飞这几个可以算是名将 只有六人而已 因此不满足占过九个名将这个条件 排除在外 黄中老将黄中在演艺中出场机会较少 只有和关羽 林包 李延 韩昊 夏侯尚 夏侯渊 史记 潘张 张和 徐晃这十个人交过手 扣除韩昊 夏侯尚 史记这三条杂鱼 显然不符合九个名将这个条件 因此也可以排除 颜良 文丑这两位就不展开讨论了 他们家一块打过的人都没九个 而且被关羽所杀 自然不能算 徐楚徐楚打过的人倒是不少 有和宜 典威 李峰 李兴 李别 徐晃 张仙 孙冠 吴敦 尹米 长熙 关羽 高岚 尹凯 涵当 周泰 马超 张飞 杨昂 杨润 张卫等人 不过他的对手中能算得上名将的只有徐晃 关羽 高岚 张飞 涵当 周泰 马超而已 不足九个 更何况他曾经败给关羽和张飞 所以也排除了点为点为因为被曹操所坑 退场较早 退场较早 所以他的对手只有郝蒙 曹信 成年 宋献 侯成 高顺 何一的傅元帅 徐楚等人 加起来只有八个 算上和徐楚等人围攻的吕布 勉强凑足九人 于是也可以排除 庞德庞德吃亏也在出场时间较短 对手只有中进 曹勇 张和 夏侯渊 徐晃 徐楚 陈武 魏延 关平 关羽十个人 自然也凑不起九个名将 因此综上所述 能符合战过九个以上名将 还在公平条件下没有败计的 只有张飞和赵云两个人了